菩子市區果菜市場旁火車頭公園前 攤販擺了一整排 香蕉芒果堆成小山 乍看擺攤的地點一個一個 好像有規劃 仔細看的確有新做法 問題是一格一格的不是攤位 是下個月即將上路的U-Bike 停車架和停車格 攤商涉攤地點 在火車頭公園前人行道 大多攤商普遍掌握U-Bike 進駐進度 有攤販已經打算擺攤的地點移動一下 直擊機車騎士直接圍停紅線 下車選購難免增加風險 U-Bike即將在七月啟用 腳踏車停車還車都需要空間 攤販勢必無法再擺 有民眾認為擺攤 亂象原本就該檢討一下 也有網友擔心原本在火車頭公園 附近擺攤的長輩們 未來將何去何從 在U-Bike啟用過渡期 出現停車格 變成賣菜格的怪現象 三立訓練廖國聰 毛玉玉文在一報導 好 臨時